请问 基老 我们被陈彦昕耍了 怎么了 陈彦昕停止检查 是他们放的烟雾单 怎么会呢 他根本就没闲着 居然跟踪我们运货的车子 幸亏我让高晓东押货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刘云提供的什么情报呀 公安局内部的事情 刘云也不一定都知道 更何况陈彦昕轨迹多端 向来不按常规出牌 他这次可就是算了 落到了高晓东的手上 基老 您看怎么处置 我干的他 可陈彦昕不是一般的拼命百姓 杀了他 警察肯定会一查到底 我怕这样 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除非 除非怎么了 除非是 意外死亡 那我们就给他制造一起出货 不得不得有 到底什么事 第1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可惜了 让我们为陈彦兴同志要是沉重的哀悼 他这叫咎由自取 赶 赶 赶 な 知名 你绝对不能对陈彦欣下手 否则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 你放心 我绝不会轻易动他陈彦欣的 你说话要算数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我直接看了 队长失重了 这怎么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 我给他打了N字电话了 他都不接 他从来不关机的 你去他宿舍看过没有 去了 门都敲破了 你们说队长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就不相信队长会出事 那你说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哎 他会不会是造人给还算了 不会吧 那我们赶紧去找吧 对对对对 找吧 对 去找一下 不用急 你们队长虽然下落不明 但是大家放心 局里会不惜一切代价 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在找到陈彦新之前 大家的工作不能乱 人心不能散 案子该办的还得办 不能放弃 下面我宣布局党统决定 在陈彦新归队之前 展示由刘萍同志 代理队长职务 大家要配合他的工作 明白吗 拍完了 拍个屁 什么都没拍着 怎么了 我到了刑警队 对 我说 我要采访你们队长陈彦新 他们说 我们队长不是陈彦新了 不是陈彦新 那是谁啊 他的助手刘萍呗 刘萍当队长 那陈彦新呢 失踪了 失踪了 他们这么说的 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对不起 明波的移动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你说 他是遭人暗算的 有什么根据吗 队长不可能 就这么平白无果的消失 这个就是根据的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们领导说了 要全力寻找队长的下落 你是记者 又是队长的女 朋友 你也可以帮我们找找线索 你们都没有办法 我怎么去找线索 来 夏东 我怎么去找线索 你们都会找线索 你们都会找线索 林 感谢观看 你那队长当怎么样 感觉不错吗 局长您就别笑话我了 我这可是赶压在上架 我这压力可大了 我可是听人家讲 你早就想当这队长 没没没 局长 我那只是开玩笑说手而已 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 我今后一定注意 夏琼 知道我今天找你干什么来的 愿听局长测教 你这张嘴是比陈彦欣甜多了 可是我这能耐比他差远了 好好干 没问题的 谢谢局长鼓励 我问你啊 你对你们队长失踪怎么看 我分析队长这次失踪 跟志黄泛黄的案子有关 什么理由 队长这个任我太了解了 即便有天大的事 他也不可能不请假就擅自离港 更不可能长鸡关鸡啊 所以我觉得 队长这一次是遭遇不测的 要么是遭绑架 要么是遭暗算 你打算怎么办 我准备调动队里所有的精力 全力寻找队长的下路 就算是踏破铁鞋也要把他找到 晓菱啊 寻找你们队长 不是你现在工作的重点 您的意思 是让我集中紧力 侦破志黄泛黄大案 是 又不是 明白吗 哦 我今天找你来啊 是想叮嘱你一点 你这个刑警大队代理队长的角色 是很难扮演的 既要认认真真地当好 又不能当得太认真了 懂我的意思吗 懂了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 今后你们所有的行动 不管是大行动还是小行动 都要跟我通报一事 嗯 知道了 另外 今天我们俩的谈话内容 出去不要和任何人讲 明白吗 明白 先去吧 是 凡姐 嗯 你帮我分析一下 嗯 队长失踪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研究态度这么暧昧啊 哎 你该不会怀疑研究员有问题吧 哎 你可别瞎说啊 我怎么管怀疑局长呢 我那不是吃了报纸档了 那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有点奇怪 嗯 搞不懂 不懂不懂不懂 不懂啊 你就别瞎分析了呗 可是 这事也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吧 总之有个结果啊 嗯 哎 哎 我刚才啊 到资料室 查过所有的报纸 也没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这样 你再去网上查一下 我再去找他们 行 张小姐 我今天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找你的 虽然我们两个之间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陈彦欣是我队长 是我师父 也是你最好的朋友 所以 我们两个之间也应该是无话不谈 对吧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好 那我就直说了 是这样 队长这次不明不白地失踪 我怀疑跟菊飞红有很大关系 我听说费先生跟菊飞红的私交不错 我想 你能不能通过费先生来了解一些线索 你根据什么怀疑菊飞红呢 你根据什么怀疑菊飞红呢 我只是推测 如果光凭推测就这样贸然去找他 你觉得合适吗 再说 费天龙和菊飞红之间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他没有很深的交情 我想 这条路恐怕行不通吧 你也别着急了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 极有可能又是雷猛他们那伙人干的 小曼 既然你不能确定 那就不能瞎说啊 刘萍他们现在还真的找线索了 我希望可以配合他们找出一些有利的证据来 你说凭什么你去找证据 那还要那些警察干什么 就你有正义感 就你是法律 你也不想想 那会儿人 他们连陈嫣欣都敢动 他们想灭你 还不想掐死一只苍蝇这么简单 我求求你 别干了 咱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好吗 渗网 君 是 你 这是 你 是 没有 谢谢 其实你也很美啊 姐姐跟你比起来可就显老多了 你知道女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女人最怕的就是自己变老了 所以做女人呀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珍惜自己 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美貌 姐姐 其实你说的意思我都很明白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又要来这儿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早就想通了 只是 我还有一点小小的顾虑 顾虑 你有什么顾虑 说来给姐姐听一下 你说拍那个是 你说拍那个什么裸体镜头的时候 旁边那么多人看着 丑死了 我跟你说 刚开始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害羞 等你多拍几次以后 你就会爱上这个工作的 见过美院里面的裸体模特吗 他们不都是这样拍吗 人家也是一丝不挂呀 要为了艺术 对对对 为艺术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包括身体 你能这样想 这就对了 姐姐 你问艺术先生过没有啊 当然了 我也拍过好几次了 对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 不知道这个 片酬 片酬吗 这个你放心 菊总说了 只要你拍得漂亮 我们的制片人可以一次性付给你 五万 五十万 五十万 不会吧 沈小姐 我告诉你 等你成名以后 别说是五十万 五百万 五千万那也不在话下呀 真的吗 姐姐我还会骗你 好 那我同意 李老板 感觉怎么样啊 从照片上看 很亮啊 她本人哪 比照片还要亮呢 是吧你呀 何止是亮啊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生的油物 对呀 我敢保证李老板要是见到她 都不想再多看我一眼 是吗 我倒真想见见 她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我现在就去把她叫过来 你的这位中国老婆真不简单哪 既漂亮又能干 看得出 你在她身上费了不少心血 女人不好养啊 不调教能行吗 我知道 局总调教女人的本事 是一流的 要不然 我怎么会在中国大陆 选择你 作为我永久的合作伙伴呢 李老板能向着我这个千里满 你这个不乐 那才是一流的 啊 局总 周小娜的情况怎么样 我调教她 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现在一切都好了 思想通了 清神爽了 长得更加是朱元玉润了 就等着你把她带到泰国去了 这我就放心了 周小娜如果不去泰国 那你我的损失可就大了 你们为她制作的那套光盘 在东南亚一带颇有影响 很多有钱的老板 都想和她一夜春宵啊 开价都开到一百万了 哎呀 做女人好啊 比男人要值钱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呦 宝贝 来来来来 李老板 李老板 哎 哎呀 怎么样李老板 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 没错 简直就是天生的有物啊 哎 坐坐坐 坐 啊 今年几岁了 二十三 二十三哪 多好的年龄 拍过电影了没有 没拍过电影没关系 我会好好培养你的 谢谢李老板 想当明星吗 做梦都在想呢 想出国吗 天天都在想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这次来 就是要帮助你 实现出国梦和明星梦 李老板 这么说 我被录取了 当然 那我什么时候去泰国 三天之内 这么快就走啊 怎么 有困难吗 困难倒是没有 只是 爸爸妈妈不同意 不是爸爸妈妈 是我男朋友 他怕我跑了 坚决不同意我去 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早就想把他给甩了 这不很简单吗 是啊 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不喜欢他 他干吗要缠着我呀 可是现在事情 被他搅得越来越复杂了 说什么只要我去泰国 他要么上吊 要么跳江 您说我怎么办 我总不能背着一条人命 到泰国去吧 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看哪 这种男人死了也是白死 话不能这么说 他这样做 至少说明他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嘛 再说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别落成了一场悲剧 鱼心不忍哪 我看这件事要拖散处理 李老板 你可真是一个 有良心的好人哪 李老板 你给我几天时间 我保证 不会让他死的 好 我等你 你们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线索吗 没有 我看队长这次 是凶多吉少了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 我觉得陈彦欣不会就这样死的 是啊 谁都不愿去想出最坏的结果 待会他还活着 好 沈小姐 既然我们双方都已经同意了 我看这个合同也就可以签了 好 真签啊 难道这种事情还能开玩笑吗 签就签 怕什么 反正又不是卖身器 来来来 为国际影坛即将升起一颗巨星干杯 好 喂 你好 我是电视台 车祸 在什么地方 好的好的 小赵 我家有爆料 来了 小心吧 你会什么 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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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边 老师傅您好 我们是电视台的 是不是您打电话给我们说 这儿有车祸呀 老师傅 车祸在哪儿呢 车 可是车呢 车 早脱走了 脱走了 您怎么早不报啊 现在我们来了 也拍不成了 我早报了 早报了 您报给谁了 报区电视台 可是他们领导说 不让拍 不让拍 为什么 那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没拍成 把我这报道费 也给搅黄了 现在车也拖走了 我们什么也拍不成了 老师傅 这钱您拿着 谢谢您给我们打电话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啊 好好 谢谢 走吧 下去看看 什么 什么都没有了 看不见啥了 走吧 啊 这 $%& 快点啊 来 小赵 把摄影机打开 现在拍什么呀 拍风光啊 打开吧 咱们总不能白来一趟吧 嗯 小赵 快过来 你看 鞋 快快快 拍下来 嗯 嗯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鼓励我多收盐 才不是嘛 我是让你没事的时候 多想想我 这种打火机成千上万呢 你怎么能肯定是队长呢 你不觉得这事很巧合吗 什么意思 这起车祸发生的时间 正好是十五号的晚上 也就是说 跟你们队长失踪的时间 正好相符合 而且 如果是一般的车祸 他们为什么不让媒体报道呢 哎 那个老乡见到司机没了 没有 他去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 我司机已经不在现场了 后来我又去过几家医院问过 人家都说 没有抢救过 出车祸的人 看来得去调查一下 最近的死亡记录了 不 我就不相信陈彦兴已经死了 是 是 我们也不相信他出事了 可是你看这是 如果你要调查 那是你们警察的事 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对不起 这上面里面写着陈彦兴三个字 你怎么就端定这是他的 跟他这一排的 我这还一个呢 可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巧合 巧合能代替证据吗 亏你还是个队长 代理队长 看来你对这个代字不服气 要不我把你植物免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陈彦新的事 局里有人专门负责 用不着你下调心 你就是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局长 我想不通 有什么想不通的 既然我是代理队长 您为什么不让我参与调查 您是不是不信任我 谁说不信任你 不信任你让你当这个代队长干什么 再说了信不信任你要看你的表现 我表现还不好啊 至少你现在的表现我不满意 局长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那我就告诉你 要想当好这个代队长 就要绝对服从命 如果你要琢磨到这点 坏了我们的大事 我不仅要立马撤掉你 还要给你处分 还要给你处分 明白吗 明白了 先回去吧 是 怎么 局长又K你了 严实开肯定有问题 对平 你没吃错药吧 居然怀疑局长 局长怎么了 局长就不能怀疑了 你没看那电视上那报纸上 那么多局长部长 那不都是因为谭子王瓦被落下马了 可况那严实开还是个负的 对平 你可不能胡来 要是严局知道了 到时候别说你这个代队长当不了 恐怕连警察都做不了 那我宁可做个普通百姓 我也不愿没这良心当这个队长 那好 我问你 你怀疑严局 证据呢 证据是什么 证据 队长失踪 这么大的事情 他作为风港我们的局长 竟然无动于衷 巧应堂塞 还有 我向他提供这么重要的线索 他不仅不但回事 还威胁我 说如果我坏他的好事 他就立马撤我的职 你说这不是有问题是什么 言局的态度是有些不正常 难道说 那个人 真的是他 凡姐 你这话我是想说而不敢说呀 真要是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难道说 队长失踪 跟言局有关 我真不敢再往下想了 这才像我们真正的家 怎么样 酒店都订好了 早就订好了 清洁呢 也都发了 五百份清洁 发了四百九十九分 还有一份没发出去 为什么 陈一新不可能来参见咱们的婚礼 我们人家驾着 ga 二云 难道 就消失了 去争拿来 你还不锒抢了 好 现在你也不锒了 你也不锒了 所以我来找你 毕竟我抢走了她最心爱的女人 其实我很想跟她成为最好的朋友 但真的挺遗憾的 你真这么想 真的 我觉得陈彦夕没有死 没死 你听谁说的 我记得她跟我说过 她是属猫的 猫应该有九条命 所以我觉得她不会死的 属猫的 这十二生肖里头 根本就没有猫 所以她不可能活在这个世上 小曼 我知道你还牵挂她 毕竟你们好了这么多年 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 生存和死亡 这个是命中注定的 你要面对现实 好 咱们不说这个了 说说咱们的婚礼 你 到时候 我要请你为最好的化妆师 和最好的发型师 把你好好地打问她们 我要让全市的人都知道 我的新娘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我由你说得那么漂亮吗 我由你说得那么漂亮吗 你在我心里 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李老板 来 请就请 好 请请 李老板 一会儿我就安排你 见见邹小娜 不必这么着急吧 邹小娜 早已闻名海外 再说 现在有你 局主精心照料 我难道 还担心她会退社吗 李老板真是个爽快之人哪 邹小娜的出国手续 我早就办好了 你随时可以把她带走 还是和沈嘉欣一块儿走吧 也好 这出境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这个你尽管放心 我让他们跟旅行团出境 话名叫周小杰 一切我安排的天衣无妄 好 获到考案后 我立即将余款付清 好 来 干杯 哥哥 你怎么了 你也不开心是吗 嗯 邹小杰 今天想吃什么 我想吃鲍鱼 昨天不是刚吃过吗 能不能换点别的 好啊 那就吃熊掌吧 熊掌 熊掌 对啊 你不是说我想吃什么 就能给我吃什么吗 那好吧 我这就让他们去想办法 等等 我要去商场 买什么 付女用品 付女用品 你开个清单 我让他们去办就行了 每天把我关在这儿 难道连放风的时间都不给我吗 泰国的李老板已经到了 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怎么向他交差呀 你别着急嘛 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听住在不曾褪色的画面 听住在不曾褪色的画面 是你的背影抹入了黑夜 灯火焦燃熄灭 是你与不知不觉 忧伤已无法停歇 追寻在秋日失去的方向 追寻在秋日失去的方向 所有的旅途结局都一样 在你沉默的海洋 在你沉默的海洋 用醉冰冷的目光 轻易将彼此流放 忘不了你的脸 在这整世界 你曾拥有的岁月 在落成了海片 用情缘在回忆中浪却 凝结成不变的冰雪 守候在你忘的季节 淡忘了一切 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啊 九座小节 你这一趟 我这就走一趟 我不再来 我自己去的 你这一趟 穿上了 的那就是 买我 环队呢 你这一趟 你这一趟 他自己去的 森林 你这一趟 我便去他 新闻 就干了 来吧